在等著 大家先幫我們講一下剛剛是不是有量身高 所以今天的目標是一等位 對就是超過身高 101拍 這是我的優勢 比較矮 因為覺得很久沒挑戰 然後蠻多粉絲都說你很久沒來挑戰 我就一直蠻有興趣的 而且它停辦很多年了 所以就想說終於有這個機會再挑戰一下 所以過去有挑戰做什麼成功的大衛網友 之前都是牛排比較多或咖哩飯 大概吃了多少 大概都三點多公斤左右 我之前只有吃最多是100罐 因為礙於現金的考量 海鮮類 帶殼海鮮類 淡菜啊 或者是鮭魚啊 等等的 準備好了好了 好 要不然你按30盤開始喔 謝謝 那我可以直接先點菜 然後50盤淡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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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好 謝謝 艾家首先就先來了50盤淡菜 剛剛據觀眾就是民眾說 就是前面就是要先吃一堆淡菜類的 就是生魚片生食類的 不要吃飯類的比較不會飽 我覺得比想像中困難滿多的 因為就是重複的味道 就是你要一直克服重複的味道 然後再加上可能後期咀嚼力 我本來想說 帶殼類是我很喜歡的 結果發現它咀嚼需要蠻費力的 花很多時間在咀嚼上面 因為它時間其實很短 我一直在跟自己說 30秒內就要玩食一盤 才能達到那個成功的標準 很飽 然後我就覺得 我也覺得真的很重複 應該等一下要吃甜點了 看你都覺得海鮮會不會到後面是蠻膩的 對 有一點 我覺得好像點太多了 尤其是淡菜我點的50盤 所以我到後面覺得 那淡菜的味道一直揮之不去 就是你近期挑戰的比賽以來 算是難度蠻高的嗎 對 因為其實我很多年沒有挑戰了